多女人生完孩子后 身材和样貌完全变化极大 人也变得笨笨的 话说一胎存三年 有些女人又有等等 请问男士该如何面对一个外貌和身体上 已经完全不同的妻子 我的母亲生过十个 我没有机会 如果我给你看一下 我的母亲生了十个之后 还是身材很好 很漂亮的 但是我是有偏见 因为她是我母亲 所以第一点 不要接受这一个所谓的残态 生了孩子之后 多年身体 当然在某一些情况 不能够完完全全控制 但是作为一个女士 你就要尽量的饮食 锻炼身体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刚才我所说 那个亲密的关系 不只是心爱 也包括了精神 如果夫妻两在不断地建立她的全然的关系 除了身体 性爱以外 也有这一个精神 我所说的精神 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所以她的可爱 妻子的可爱 不只是身体的 她的性格 她的温柔 所以 不要接受 不要接受这一些所谓的常态 我认为不需要 然后你尽量把自己 像正经所说 打扮得更加美 这个美不只是在外表 而是在内心 我认为不需要